酒店新晋职员被经理嘲笑不会外语 不料职员开口就狠狠打脸 你 中文不信 休息室会在校3点到5点免费提供零食 咖啡和茶水尽情享用 那我还可以日本语吗 午3时至5时到达到厨房间 饮食和咖啡和茶等を无料提供しております 请你帮忙 女人一个月前到酒店应聘 凭借动人的演奏和甜美微笑成功当选实习生 这天碰上李氏巡查 让他说说实习成果 同事强话说还需继续努力 于而劝面带微笑背出酒店服务员的所有职责 而且又用中文和英文流利地说了一遍 刚满一个月的专科实习生 竟能达到老员工一年的成绩 李氏当场下令把他调到大厅工作 而后小领导说这样破格吊岗不合规定 李氏则回复不能埋没人才 也因他被调到酒店大厅 闺蜜为他庆祝 先吃酒喝饭 再一起到夜店狂欢 很快过去七年 这几年里 俊浩到国外留学并拿到硕士学位 云儿在酒店努力工作 荣获酒店最佳亲切职员称号 经常培训新近员工 不少男生送花向他表白 而闺蜜佳恩也和当初留电话的男生结婚 突然在这天 俊浩收到一封匿名信 看见是人事资料 俊浩突然变得很严肃 随后通知助理马上帮忙订机票回国 而七年后的几人依旧没改掉喝酒 他们陪佳恩的女儿玩游乐场 三人喝酒长探时间过得很快 现在的他们不再像几年前经常泡在夜店 纷纷表示快忘记怎么跳舞 话音刚落这里的灯光突然熄灭 瞬间勾起回忆 四肢马上诚实地站起来 随后把游乐场当成夜店 几人秒遍夜店女郎和小朋友疯狂跳舞 另一边 回国后的俊浩首先到酒店 感受着曾经的味道 而后他回家吃饭 不仅告诉父亲不再出国 还提出想到酒店工作 父亲表示再好不过 可这时的姐姐却露出一样表情 饭后助理送他回酒店 毫不客气让俊浩提拔他为酒店客场 说是这样才有权力辅助他从基层做起 两人玩手在雨中漫步 关系好到有点变态 第二天 俊浩和助理正式到酒店工作 但把手机忘在了客房 助理说他回去拿 可俊浩又发现资料没带 于是亲自返回客房 与此同时 雨儿昨晚喝多了正在闹肚子 他向经理请假 可经理收到通知 让他先去豪华套房取手机 没办法 雨儿只能夹着史妙赶往套房 此时肚子翻江倒海 他赶忙刷卡进入房间 这时俊浩也正好回来取手机 雨儿找到手机想尽快送走 奈何史妙也快把他送走 就在出门之时被他发现最美场景 实在忍不住了 此时的俊浩刷卡进门 两人差点撞上 雨儿正在厕所中一泄千里 感叹差点被憋死 俊浩进卧室拿到那封信件 却没看到自己的手机 而厕所的雨儿 拿起手机旁边的遥控器 历史性的一幕即将出现 哇 哇 这家里的照片比较高 哇 我心里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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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